你會想跳到幾歲 我覺得我是那種 我是很催心的欸 我想給我的一些 喔 你是期待愛情的人 他渴望家庭的人 真的喔 大家快點把他帶走 從小到大願望就是當那個家庭 這個這個是必須吃的 這為什麼 必須吃 必須吃 你怎麼這樣吃啊 你對於網友說 啦啦隊都很老 有什麼看法 答案看不出來就好了啊 哈哈哈哈 欸沒有 你要說反正找個冰一點 哦 對 那like覺得咧 like咧 我覺得只要視覺能力 所以太短點情就好 對啊 欸我前幾天看到你上新聞欸 很大一個頭版 還是我自己切給你看的 為什麼要上活躍 超過30歲 為什麼還在跳 對啊 對啊40歲了 為什麼還在跳 我已經淡出這個社會圈了 居然一上新聞是上這種新聞 怎麼了我 可是你保養得很好 而且跳舞真的是可以讓自己更年輕 不是 是 咪咪 欸 針對Lakuten 哈哈哈哈 你太針對了 你其他隊都不看 對啊有其他隊了 有其他隊喔 你不能這樣 對阿 其他隊在這邊 其他隊的朋友在這裡 你其他隊直接不說話 我不說 你會不會太chill 對 那我再問一個問題 因為你是熔燈就是 新聞的版面 就是啦啦隊友 放在上面 不要再講錯 不要變 超過30歲 你覺得怎麼樣 有什麼想法 我覺得因為我 我就是30歲就進來 我就是好像20 出頭的小妹妹 跳到30歲 對 哇你的青春都在上啊 對我的青春 所以對大家來說 我還是 真的20幾歲的女 YA YA 那秀秀子你覺得 大家對要跳到幾歲 退休 400歲的女 我覺得 那幾歲都沒了 四歲對不對 我覺得很多人就是 耗時小長的那樣 對阿 就是有很多 幾歲的 然後也是 不管是體力啊 然後還是 臉啊 精神啊 活力啊 全部都 真的像是媽媽一樣 那樣 沒錯 沒錯 你看最近我真的 現在 不過大家都扒養得很好 我覺得只要看不出來 那你會想跳到幾歲 我覺得我是那種 我是耍吹心的耶 我想給我的一些 喔 妳是期待愛吃的耶 對 她渴望家庭的 真的喔 大家快點把她帶走 從小到大願望 就直接當那個家庭 這個這個是 必須取的 這是什麼 必須取的 必須取 必須取 哈哈哈哈 欸你怎麼這樣取啊 欸 我都必須 妳都必須耶 必須不是我想喝的 對 妳對於 網友說拉隊老齡化 然後妳的照片被放上去 妳有什麼感想 欸 一點感想都沒有耶 喔真的喔 欸我 看不出來沒辦法啊 喔 試試看不出來 對又怎麼樣 菜很老啊 哈哈哈哈 我們就很老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阿姨也沒有多年輕啊 所以我說我明年就換我啦 對啊 阿姨明年照片就會在那了 對啊 我會想 對啊 欸這次他們要 因為我們老歸老還可以當阿姨 你們要檢討耶 真的欸 代表說我們真的很嫩奮 我們沒有說因為這個動作很累 所以我們老了就不做 是老但是我們沒有被擊敗啊 哈哈哈哈 沒有被老擊敗嗎 沒有被老擊敗啊 我們還是要來跳啦 對年輕人跳 為什麼我們 我們就不能跳 我們一樣 我們體力有輸年輕人嗎 對啊 沒有啊 是不是 是 要是我們沒有公布年紀 你們也看不出來啦 而且妳是從年輕跳到老對不對 你可以閉嘴嗎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們不是說好我們是自己人嗎 我們是自己人啊 我說我明年就會陪妳一起上榜啊 明年就換鈴蛋囉 對對對 我就跟你一起放在同一個地方 欸奇怪怎麼長一模一樣 哈哈哈哈 來林克 我問一下你喔 因為我們現在有網友在討論說 為什麼30歲以上的啦啦隊還在跳 妳覺得啦啦隊可以跳到幾歲 我覺得可以跳到 如果保養的好可以跳到40歲吧 40歲 那妳會想跳到幾歲 我覺得我應該35 36 目前 36 那妳對於網友說啦啦隊都很老 有什麼看法 答案看不出來就好了啊 哈哈哈哈 欸沒有 妳要說反正長得冰一點 喔 對 那LIKE覺得咧 LIKE咧 我覺得只要視覺能力 所以太短年輕就好 對啊 就是保養的好 然後看不出來 然後膝蓋還OK的話 哈哈哈哈 膝蓋還OK 對 而且我跟你們說喔 那個新聞只針對樂天 因為全部都是樂天的30歲以上的人上榜 而且讓你們那麼紅 哈哈哈哈 沒有吧 曲綺比較紅吧 曲綺有上榜欸 曲綺上榜喔 我剛剛都沒有講話 又要求我 我跟你講我明天就上榜 對我們明天要30喔 我們要30歲了 OK我覺得啦啦隊保持年輕 然後笑容跟活力 然後那個膝蓋健康 可以跳到69歲啦 69嗎 69歲啊 韻哥我問妳喔 最近我看到一個新聞啊 30歲以上的人都還在跳啦啦隊變成阿姨了 為什麼還要跳 對於這個想法 阿姨好阿姨廟啊 哈哈哈哈 阿姨口袋有鈔票 而且你知道 哈哈哈 你知道他們很針對樂天喔 全部都是樂天的那個照片放在上面 那個因為樂天是最早有在發展啦啦隊啊 對 那他們從年輕 然後跳到變資深對不對 對 今天的傳承很棒啊 是不是 而且 應援 啦啦隊這件事情 為什麼一定要年輕我也搞不懂啊 那資深有資深的效果啊 而且他們的舞技也比較精湛啊 哦 那我們在球場的時候 他們更能帶動那個氣氛啊 那你覺得啦啦隊可以跳到幾歲 跳到60歲吧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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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 我們樂天超多的上榜 什麼芸汐啊 以軒啊 孟姐啊 曲藝都上榜 對 我明年就會上榜了 這 你今年幾歲 29 他們是認為過30以上 就算幾歲 就是阿姨了 但是我覺得阿姨的好 哈哈哈哈 所以我們還是阿姨的意思嗎 沒有啦 看你年紀都 你如果是15、16歲了 當然30歲就是阿姨了 哦 對我來講 全部都是妹妹啊 全部都是妹妹 好 所以你們到60歲的時候 在我看來還是妹妹啊 欸對齁 對啊 而且必須要一直跳下去 要火就要動 要火就要動 對對對 只要球場願意收 你們就繼續跳 要跟潘老師一樣 對 球場不願意收你們就賴著不走 哈哈哈哈哈哈 孟傑 你對於新聞講說 超過30歲的女孩 當啦啦 對然後都是阿姨 有什麼看法 而且你的臉也上榜 你知道嗎 真的假的 就是你有你的照片 我覺得超過30歲很棒啊 就是還在跳應援 代表就是我們對這件事情 還是有很大的熱忱 然後還可以帶給觀眾 就是一些魅力 然後跟動力 而且因為你也是20幾歲就加入了 對 就是我們的青春都奉獻在這裡 真的 對啊 因為我看到她是只針對 比較有點像是偏針對樂天女孩 因為全部都是什麼 怡萱啊 凱莉絲啊 曲藝啊 就是超過30歲以上 照片 完全被放在上面 你看到會難過嗎 因為下面留言滿激烈的 其實會有一點啦 對 年紀大沒有人要了 怎麼會這樣子 可是你看不出來 你看得很像20幾歲而已 今年幾歲了 今年幾歲了 好 好我們再逼掉 哈哈哈 因為我們最近有一個新聞就是 超過30歲以上跳拉隊 就是阿姨 對於這個有什麼看法 我覺得拉隊可以跳到幾歲 我覺得沒有一定嘛 這是誰規定的 如果我今天是老闆的話 那沒話講啊 如果是觀眾的話 我會覺得說年齡只是一個數字而已 因為你知道我跟美鳳姐 什麼天生日欸 真的假的 啊你現在幾歲 我跟她差30幾歲啊 哈哈哈 你超過30了嗎 你就死了 我超過30了所以不能跳 那如果有人說你超過30就是阿姨 你會怎麼樣 我會聽到超開心 你自己有一點也會老欸 我開心 我開心 哈哈哈 哈哈哈 我跟妳講我覺得笑別人老是一件 極度沒有意義的事情 真的 每個人最後都會老 對 有一天也會輪到你 所以沒有必要 真的沒必要 真的沒必要 反正要多吃保健食品就會 我跟妳講是光膠原蛋白 哈哈哈哈 哈哈 超過來了 酷炫你覺得啦啦隊幾歲算老 45歲了 哦 所以跳到30幾歲還OK 因為現在 不是就很多40幾了 沒有40幾 沒有40幾 你知道我每次做自媒體想放棄我就去看了 你看我酷炫那麼老還在做 哈哈哈哈 就是坐下去 對啊我都還在做 因為有個新聞說我們樂天的 樂天女孩都是超過30幾歲 已經是老齡化了 誰說了 新聞啊 對 啊你就 你就怎樣 我覺得現在 女生都保養得很好 所以看得好看得好 哎唷是不是 對這很多 而且活到老就是要跳到老啊 對啊 那如果30幾歲 跳舞 在面前跳舞還是可以嗎 我還一年起來啊 哈哈哈哈 漂亮的話 好OK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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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